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华庆投顾 谢文恩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你交完我啊 我就去看了T50版的空单 对 真的好多 对 那外资感觉就是要避险啊 那有些相关指标顾 要怎么看啊老师 好的 那么其实呢 这一波呢 外资真的吃了衬托铁的心 这个测标下得非常好 为什么这样讲呢 如果你仔细观察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外资一口气买了200多亿 结果从此之后 外资每天都站在 一个所调节性的 一个所谓卖方 所以导致于呢 指数上下震荡 上下震荡 等于说呢 往上的一个所谓过程当中 外资不断的一个所谓卖方 可是往下在杀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八大关股 乃至于国安基金进场做互盘 那你说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看 首先呢 我们快速回顾一下 基本上呢 我记得呢 在礼拜二的时候 我跟千寒连线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外资心态空 然后主力大逃杀 结果呢 大家不相信 结果呢 礼拜三台北股市 有没有出现 往下的一个所谓大跳水 可是复杂的开始 就在礼拜三 不管包括你们的Telegram 甚至我们的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 我又预告主力心态 由空转为一个所谓多 等于符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等于说呢 在礼拜四的 一个所谓台积电法说 会公布完之后 导致礼拜有台北股市 跳空大涨 可是从那一天开始 主力作手 他就跟外资又采取一个对作的 一个所谓的态势 可是外资呢 私人不输政呢 所以说礼拜二的时候 外资他跑去放空 结果导致礼拜三跳水 结果礼拜三跳水 主力心态他又由空转为 一个所谓多 导致礼拜四又跳空开高 就当礼拜四跳空开高 很有趣 如果说你有看Telegram的部分 我也去跟大家预告 我说主力心态 他又有多转空了 那结果呢 今天台北股市 有没有出现往下的跳水 那基本上 这边的结论就不用问了嘛 一红一黑一红一黑 那今天一定多嘛 你都会是吧 现在等于说有点复杂 就在于说 内资跟外资 他一直在对作 一直在对作 可在对作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绝对有他的一个方向感 那我也在鼓励大家 你并不是每一个人 能够在第一时间 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可是你要想尽办法 懂得我在节目当中 所讲的每一张字卡的 一个所谓多空防守价 那如果说我讲的字卡 你还是不懂 我再问大家一个 非常简单的问题 现在的股票 我讲坦白的 来到这个节股眼 日线的KT出现死亡交叉 而且高档的一个所谓技术指标 出现非常明确的费离讯号 如果说以这样的液水角度 正常而言 他是应该要放空 可是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个股的液水结构 好像放空赚不到钱 如果说你放空赚到钱 当然放空嘛 放空赚到千万不要做多 那做多赔钱千万 千万就不要再做多 这是大家在股票市场 一个最简单的SOP 可是我发现大部分同学们都做错边 做多的时候赔钱 然后就再加码再加码再加码 就像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3月19号的那一天 有1000多档股票全部跌停板 你能撑到3月20号跳空开高吗 早就全部断头断光光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一再跟我强调 个股结构还蛮重要的 那题外话 那把大盘解下去 等于说今天我们还是看到 内资跟外资采取一个所谓对坐的态势 基本上内资的做法很简单 他只要看到美国期货盘 是呈现下跌 因为现在美国期货盘下跌 因为最主要原因 Intel被调降平等 那假如Intel调降平等的话 那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做报告 那等于说加权股价指数 他今天的空方法价落在10388 那我现在是11点钟 我不知道他收盘 有没有办法收上388 应该有机会 如果收上388的话 基本上就多头的角度 他会有非常大的一随加分效果 反之礼拜一绝对不能跌破300的夜水支撑 等于说价格不断的收链 价格不断收链 已经进入了收链的形态 所以这张字卡要拍照 要这样字卡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说单纯就OTC的角度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下降三法 长黑休息 再有一个所谓长黑 那我不管 我至少认为说 现在个股上面的夜水结构 除非昨天你去放空机测 放空4746台医药 可是昨天这两个股票全部收最高 你敢去放空 现在行情很乱 你看到昨天华欣客一根爆量黑K棒 因为不肯用空金测 金测太贵 也不肯去放空台医药 那生技股谁要去做生技股的空单 那你去放空华欣客 就放空华欣客今天开盘没有补 又没了 又没了 所以说这有点混乱 那更重要重点 混乱的一个所谓背后 我讲坦白的 制作单位帮我找这个标还不错 苹果的一个所谓财报 我们知道下个礼拜苹果要公布财报 那苹果它所推出来的 也有所谓平价版的A11的手机 在中国卖到爆炸 那苹果的推出平价版的A11手机之后 现在包括三星 包括华为 包括红米小米 全部大家都要推中低价位手机 没有人要再推高价 因为高价卖不出去 都是在价格带在1万5以下 不是1万5以上 1万5以下到1万块之间 那我是觉得最近比较有趣的一档股票 是2474的可乘 因为可乘呢 如果说我们单纯就均线的角度 目前它是卡在季线 可是它的股价又不太跌 那A11热卖的其实有一个拐点 你要特别留意 根据我过去的经验 你们手中平概股要听清楚 我想极短线 如果苹果财报比预期好 然后跳空开高一定要出 永远都是这样子 永远都是这样子 只要开高一定要出 相信我这句话你把它背起来 苹果的财报 永远跟台湾平概股对坐 那我这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说极短线 那中长线的角度 你要看月关键价 从这个礼拜到下礼拜 我都会给大家月关键价 可乘落在210 然后鸿海落在73块 月关键价 它是一个箱底 非常重要的支撑 那同样呢 大摩 对大摩调降半导体的平等 可是问题呢 大摩是看图说故事好不好 哎呦 台积电掌握预期 然后调高平等 外资奖的话 你们看看就好了啦 那我感觉跟大家报告 月关键价落在289.5 这个价位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说就半导体角度 你看哦台积电 它调升未来的涨幻 Intel调降未来的涨幻 你要相信谁 我讲坦白的 如果说以我个人的夜水判断 我比较喜欢相信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 它至少它有很多高阶的订单 Intel做不出这么高阶的夜水制程 不过不论如何 你还是相信月关键价 落在289.5 那最后呢 LED也稍微再补充一下 晶电跟隆达 很多人说用在抗疫方面 它是有很大的夜水帮助 那么它目前的夜水轨道 是往上左 一个所谓上升的夜水轨道线 那如果说你手中有的 或是你今天跑去买的 很简单 只要多方防守价 不跌破之前的话 那它还会有上下震荡 再往上创新高机会 同样最后补充一档股票 2327的夜水国具 国际的股价 也就做一个所谓横盘的夜水震荡 那你不管做多 不管放空很简单 你只要放空的 当它冲上空方防守价 你一定要停损 你只要做多 只要日线跌破多方防守价 你也站在停损的夜水卖方 所以当你懂得这些空间理论 操作没有想象中 这么难度这么样高 不过可以很确定跟大家报告 目前的个股结构 还算蛮健康 所以建议大家偏多操作 是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的Telegram 财经检视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